封面人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下时间早晨的7点11分04秒 这个今天我们在封面人物这个单元里面 跟你来介绍林子伟 大家也许会问说他是谁呀 他是谁呀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注意看过去这几天六月底以来 这几天来的这个所有的平面媒体 或者是你这个经常浏览体育新闻 你就会注意到他 他是另外一个崛起的 在美国职棒大联盟里面的一个台湾的 这个新的一位战将好手林子伟 来今天我们要请到边边角角棒球论坛的成员 黄冠雄跟你聊林子伟 哎冠雄你早 大家早我是黄冠雄 是是是 好 来冠雄我想请教你 在这个请你告诉我们林子伟之前 谁是林子伟之前 有这样一个新闻 这是他今天早上最新的一个讯息 我跟大家播报一下 波士顿红袜队 这是林子伟他所代表的这个红袜队 他参与的这个红袜队 那么跟坦帕湾光芒队四连战的最后一场比赛 台湾小将林子伟九号又搅出单场三支安打的猛打赏的这个成绩 是他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MLB以来的第三次 不过红袜队今天早上还是以3比5落败了 好这个虽然这个他是这个红袜队今天早上的战绩不是那么的OK 但是但是他还是有单场有三支的安打 这个这个很不简单吧 不错不错 因为其实 其实有这个机会可以谈林子伟也是有点意外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他那么快会上大联盟 以对比较熟悉常看棒球的人来讲 我们都知道有这个选手 但是说没有想到说那么快上大联盟 是哦为什么 因为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一般我们选手选手实际上在上大联盟或者打棒球的时候 实际上都有一个生涯的时间的一个状态 举个例子来讲说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有小联盟的培育 就是很简单 因为选手实际上不是一开始 比如说他18岁或者22岁大学毕业一千进球队之后 他马上就会上场 他可能技术还需要提升 是 所以他就有小联盟啊 俄军的培育 那一般选手表现比较好 这事实上从大量的统计的方向 发现就是说 这一般选手的方向实际上是在26到31岁 这26岁之前选手的成绩是慢慢变好的 对 所以说从这边的例子来讲 就是少数 我们可以看到少数 所以我们讲天才 比如说21岁就打得很好 那这就是真的天才 为什么会这样子 会讲有些人的天才 他21岁就上大联盟打得不错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是因为台湾球迷比较 台湾的职棒没有那么明显的这种状态 所以比较看不出来 大家一般球迷都不会注意说选手的年纪 对 可是如果你到比较高竞争的环境 像美国大联盟这种的 那你就会注意到 实际上确实他选手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成长 那实际上确实也是26到31岁选手是比较好的 对 不管是在体力上经验上面 可以达到一个高峰 对 虽然没有说人体身体成熟是18岁 没有错18岁后身体的机能是在下滑的 对 可是实际上其实运动这种东西 你包含其实不止棒球 你包含像网球 其他全世界所有运动都是一样 其实上你还包含经验 还是要判断 还是成熟 还有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 其实调整起来的时候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18岁选手表现最好 除了像少数比较特例像那种体操 那是因为没有办法 它是老化 对 它因为柔软度的老化 对 可是大部分你看到很多的运动 你可以讲的话就是25岁到30岁左右是比较巅峰 那回到林芝伟这边就说 那美国大联盟他现在是规定是说 16岁以上选手是可以签约的 台湾这边是因为避免说你 16岁高中他们练完就出去 对 是开放说18岁 就是你高中毕业之后才可以 那林芝伟就是这样的情况 林芝伟是诞生在1994年 对 所以他今年也不过才23岁 对 他是2012年签约 就18岁高中毕业那年 对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林芝伟 其实你如果到林芝伟的 他的维基百科全书上面你看 他最近的新闻 他真正受到瞩目是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看3月4号的时候 他是在支援大联盟的热身赛而已 他就集出了第一次安打 可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人去关注他 然后接下来3月17号 他敲出了盛打 那么大联盟这个热身赛里面打击率就破了4成 慢慢开始有人注意他 可是呢 真正到后来6月份的时候 哇 不行 他就这个可以让这个世界看到台湾 最重要是他的第一张登上 那个平面媒体头版头的那张照片 你看他那个挥棒的那个姿势 多么的这个好美妙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那个棒子的底下 那个棒子每一根棒子最底下一个圆点 那个圆点上面有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 他是用这种方式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令人激赏的演出 当然这个足凡不及被宰 太多好成绩 包括他这个首次盗壘 包括他每一场都挤出了好多好多的安打 可是我想请教你 他之所以现在会崛起又成为另外一个台湾在 台湾的这个好手在大联盟里面 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相较于之前的这么多的好手 曹景辉也好 这个王建民也好 陈伟英也好 胡金龙 郭洪志 他是第13个登上大联盟的台湾好手 这样来看 他崛起的意义 你看到他跟过去这些选手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跟我刚才讲的地方有点类似 其实一般选手在小联盟培育 他会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说 他可能就在小联盟1A2A 或者从新人这样慢慢打起来 林之伟其实现在是属于这个阶段的 他这次会上去是有点意外 我刚才为什么讲 因为他没到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说 可能会被大联盟列入40人名单 我先解释一下 第二个阶段到40名单 因为跟林之伟现在状态有关系 你例如40名单表示说 因为大联盟准备要把你升上去 他保护你 他为什么要保护你 他保护你的目的实际上是 大联盟他们的权力的运作是 各个球队跟球员工会之间是有一些制衡的 他避免 球员工会是说你避免你选手被埋没在小联盟 比如说我这个球队太有钱 找了很多小联盟 我就不让他上去 不让他上场 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还是会有这种竞争的状态 所以他实际上说 你在小联盟打了几年之后 你球团如果不列入40的名单 其他球队就可以选走 为什么要先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他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让其他选手选手 是要保护那个选手有上场的空间 这个事情跟我们台湾也有关系 前几次我来这里有提到那个王维忠 王维忠他为什么会突然上大联盟 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列入40 他因为没有适当时间上场 因为他又因商而签约 他就符合规则屋选秀 然后被那个球队选走之后 那个球队选走他之后 依旧一定要让他上场 所以前几年我会来这里讲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几个大联盟 那个选手像是陈品杰跟胡志伟 他实际上都比那个林子伟早签约 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 他们已经被列入了40人保护名单 可他们还没有固定的稳定的上大联盟 胡志伟上去过几天 对陈品杰还没有 可他们都已经在他们所属球队里面名单 那林子伟是今年年底才符合第五年 差不多到第五年球团就会保护你 所以林子伟是上去是有点意外 他会上场的原因 我看其他的媒体是说是因为红化队的伤兵太多 因为上面伤兵太多 那底下的 那还有一个状态讲说 一般来讲后 会从2A上去也是有点认得意外 而且他在2A也不是 老实讲也不是表现真的很好 对 不是说2A没有人上场 有人曾经也曾经有过 我讲的就比较疯狂了 曾经大联盟曾经有过 一签约之后完全没有小联盟投个新人联盟投一下 就马上上大联盟 投得很好的 有这种人 真的有这种人 是 对 林子伟他这几年在小联盟 我老实讲真的打得普通 打得普通 是 对 今年是比过去进步 可以说他是运气很好 那我们某部分也很高兴他掌握了这个机会 因为他上去之后 本来以为他会只当个替补 打一打说 守备就工具人守一守 结果没有想到他打起来真的不错 真的是老实讲是有点意外 因为我跟林子伟要讲个故事 2009年 2009年8月初莫拉克风灾 然后小林村灭村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所有新闻都集中在那里 可是台湾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 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注意 跟林子伟有关系 那时候台湾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举办世界青少棒比赛 那我刚好因为有一些机会在那里办活动 我在那里也待了两个礼拜 从热身赛一些有的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林子伟这个人 就知道他不是说认识他 在了解这个球员 对 中后队有这样的选手 我觉得他给我印象是说 他手背不错 可是当时地方中后队打得也不是很好 那届中后队打得瀑布通通 那林子伟成名是下一届的 他上青棒的比赛 他成为世界青棒赛的最优秀球员奖 那是下一届隔一年 那时候我在跟球坛就有聊到 他就说他介绍我说 我就问他中后队有什么比较有选手 比较有兴趣的 因为美国虽然规定 16岁可以签约 可是很多选手 实际上在国中就会被他注意 所以那种全世界最好的国中生 青少棒比赛在台中局 一定有球坛来看 对那时候我就跟球坛来聊 球坛就跟我推荐那个林子伟 我就看一看 这手背不错 可是那时候对他印象就说 这好像跟台湾传统的选手不太一样 因为台湾过去如果你要升上大联盟 或有兴趣 比较比如说投手 因为我上次也说过 台湾比较优秀的选手都在投手 是 第二种另外一种是我们比较期待的 像陈金峰这种 对打击有power的 对 那像这种 手背型打击勉强 中上的 当时就觉得 哦 好像有些机会 可是 就觉得 哎好希望他会来可以 反正国中生嘛 我们还是看好他 对 然后后来 所以后来 隔年的时候 后来在这个海外举行 那个世界青棒赛的时候 隔一年林志伟升高中 他也入选中华青棒队 是 那一届中华队运气也真的很好 嗯 然后在复赛之后 一路过关斩将 那林志伟就拿到了最优秀球员奖 哦 这次中华队27年来 相隔二千年再度拿世界青棒冠军 这是台湾这蛮难得的一次 哦就是那一届 就是那一届 但是 那次林志伟就变下注目 我就注意到 哦这个就不简单了 因为你这样子一拿奖之后 对不对 球弹者大概会注意你 我就觉得他 出去的机会应该是蛮高的 早晚要被网络到MLB去 然后接下来是说 他后来2012年签约的时候 对就是差不多五年前签约的时候 是 也让我另外一说 他的签约金是蛮高的 哦对 我上网去找他的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 他的签约金真是令人折舌 接手最高 他曾经锋的三倍 接近三倍以上 曾经锋是六十万 他是两百零几万 对 对 对 他想说 一方有那么好吗 然后我心里有点怀疑 或许 或许我不能当球探员 可能我看不到他未来 所以我承认我错了 对 哇 今天 这个月林志伟的上场 再度证明我错了 我当时有点感觉就是说 是不是 美国之邦的钱太多了 对 或许他真的有办法上 可是他有那么好 而且他是野手的 最高性 就是他的评价是比 曾经锋 胡金龙 我们讲这些曾经台湾的 陈庸基 是 对 林哲轩 这些 我讲这个名字 如果看棒球人都知道 都知道 这些是什么样的水准 对 对 他们比他们还要好 而且好非常多 而且他的评价也比 你看他两百多 也比 郭洪志当年一百二十万 会不会 是这些球探们 或这些 这个球队的经理人 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不希望 让这样子的身手 我也许看不出来你很好 但是我知道 如果到了别队以后 你会成为我们的威胁 有没有这种考虑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因为球探有些时候 是真的在互相抢 也就是说我跟球探聊的时候 对 他们都 都跟我讲说 你不要跟别人讲 可是你告诉我了 我几年后再这样 我没有现场讲 因为他们有些时候 真的互相 互相会骗来骗去 对 他总不能希望说 我在盯谁 被他发现 对 他们有这种事情 那 后来 再讲 他2012年 后来签约后 就去 小联盟 小联盟打得就没很好 我那时候心中就想说 果然呢 球探是不是看中 可是心中还是觉得说 或许 因为毕竟 这几年 尤其这十年来 美国大联盟的整个运动的 出现几个状况 就是说 有些球员的成长是比较晚的 出现几个 比如说 以举个例子来讲 蓝鸟队的 Baltista那种人 他是 27、8岁的时候 全力打打不出几支了 可到30岁 一年可以打50支 就是说 你会想说他是 你会觉得 30岁才 才变成那个样子 或许 或许现代选手的 那个 爆发力 对 是可能会比较晚 是 所以因为林之伟 在小联盟这几年 讲讲 真的打得不是很好 所以他自己也在 新闻中讲 他拿那么高的签约金 他被那个同队的 中南美选手 有点像是霸凌或攻击 因为那些中南美选手 因为中南美选手 他们有的时候 可能拿的 比如说五万十万 甚至是林情为进去 对 可是 那些中南美选手 就觉得说 你拿那么多钱 就你打的比较烂 你还跟我同队 对 所以 他自己也有讲这个事情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那会觉得说 或许 或许 或许还有成长的机会 因为 因为这几年运动科学来讲 很难说 是了 对 好 各位听众 现在时间早晨7点25分51秒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 边边角角棒球论坛的成员 黄冠雄 是我们的好朋友 每次我们在聊 这个棒球话题的时候 都会请他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 讲一些媒体比较没靠的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事实上过去 最受到大家疯狂去追逐的 这些台湾的MLB的明星们 像王建民 像陈伟英 都是因为他是投手 对 这一次 林之伟他不是投手了 所以我看到他也有在投球 对 好像很少 对 很少 他应该是 他不是专练打结或野手 对不对 这样是对台湾的球迷来讲 是不是有更大的需求 对 这点就是希望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 当 今年2017年 当2005年年底 差不多七八月的时候 王建民开始上场的时候 王建民五天上场 头一次带给台湾五天一次的高潮 对不对 其实我就曾经写文章 什么时候是比王建民的现象更好的 应该是林木伊朗的现象 是什么就好 Everyday player 每天上场的选手 因为大人蒙赛城密度是非常惊人 他不像台湾职棒的七天打五场 他几乎是十天打九场 那一天是移动 因为他们一定要有一天移动日 他们是183天要打162场 因为他们有些时候 从洛杉矶飞到纽约是4000公里 那你一定要有一天的时间 对 他不能说你当天来返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他们这十天 密度他们十天打九场 然后183天六个月 4月1号到9月30号 要打162场 对 如果说 你有那个每天上场的话 对媒体的聚焦 对球星的塑造 对球迷的快乐 就会比较好 所以当时就提到说 最好是像林母一郎 那种甜甜上场野手 是 对 可是我那时候也认为 会台湾联系是比较难的 因为为什么 我讲过很多次 台湾比较优秀运动选手 大部分都先当头手 都被发觉先去当头手 对 当然不是说林志伟是比较次一等的 只是说 这边说我们可能是变成 你要有一些机运在里面 那台湾野手的power度 像陈金峰这边受挫之后 就觉得说有点可惜 嗯嗯 对 那当时 可是今天这次林志伟上来 也让我们开到一个机会 就是说 我们也没有想到 我们有个类似 虽然个林母一郎有点像 也不太像 就是说 是一个靠手背 稳健的手背 嗯嗯 对 就球探当年看中 打击技巧 还算中赏 可用的 先发的一二棒 那是他的目标 嗯嗯 对 可以上场 如果这样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个生存的机会 是 对 林母一郎当年也是这样子 林母一郎当年过去之前 其实实际上 美国也没有那么看好他 嗯 主要我上次也说过 实际上是因为 谁所都会要他 因为谁所都会有 那个股东里面有一个是日本人 就是任天堂 哦 就任天堂的老板 所以 他才推荐这个过去 因为他日本打得哗哗叫 可是 美国觉得这个 可以在美国混吗 对 没有想到 啊就日本人推荐他 然后再过去 实际上就是有 林母一郎是开启这条路 哎呀 那我们应该 成功路 建议 我们应该建议一下郭董 或者是这个蔡董 可以去到这个美国去买 美国这球队实际上 是真的 股票可以买卖的 是真的有 是真的有 对 是这样子推荐他 那 是 对 我希望说林子伟 能够复制林母一郎 好的 对 各位听众 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 边边角角棒球论坛的成员 黄冠雄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聊一聊林子伟 这会不会是 另外一股林来风呢 希望是 真的希望是 我们也一起来 关注他未来的发展 好的 今天的新闻重点 可能还是会在 立法院里面 第二次的临时会 我们会为您关注的 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边非常谢谢 您的收听 总的也谢谢 冠雄来到节目中 谢谢 拜拜 谢谢